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3月12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前阵子我去看了一部电影 然后这个电影 其实它还没有上映的时候 我看完了之后 我对于这个人生 有好多好多的想法 还有就是 我一直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想 当然我们的人生的道路 没有办法像电影里面 导演可以用好多不同的面向 去呈现说 那如果不是A 那我们如果选择B 或是选择C 我们的人生会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 没有办法 在一边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选择了A 我们就只能选择A的道路 继续走下去 但是 当你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 你头脑会好想要知道说 如果我今天选B会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不要走上街头 跟那个人遇到会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跟那个人好好讲话的时候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当然过去有很多的作品 都在告诉我们 Butterfly Effect 就是告诉大家说 有蝴蝶效应 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或结局 你们的人生的结局 就会怎样 也许很多听众朋友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这个电影呢 就是在第58届金马奖 三项的入围 取材至社会的真实事件 叫做开死的阿修罗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前一天 3月11号 全台湾正式上映了 今天很开心 我们今天现场有超级多人 我们非常开心 导演 楼依安导演 现在在节目现场 导演你好 以及我们的演员 王云轩 黄胜球 还有赖浩哲 欢迎三位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好的 今天阵仗超级无敌庞大 赖导演 我刚刚在一进广播间的时候 在问导演说 导演这部戏 为什么选在三月份要上映 而且其实我在看片名的时候 我原本以为它是个鬼片 就是我看到什么 因为那个 这个海报的image 然后还有那个很多人在哭 然后那个颜色色调 我就以为是个鬼片 到底导演 为什么这部片要叫做 该死的阿修罗 这其实本来是片中一个 其中一个角色画的漫画的名字 对 那本来也不是叫这个名字 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 我想要叫这个漫画 叫做该死的什么 然后还想不到 然后我就问大家 然后有没有什么神话人物 是代表愤怒或者是暴力的 然后后来就有人回答我说 好像印度神话有一个阿修罗 神它是代表的是愤怒的 那我觉得好像愤怒之神 该死的愤怒的愤怒之神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来呈现 对那这部片其实也是在讲 关于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愤怒和暴力的因子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觉得心中好像有一个石头 就是一直压住我的心 我就一直觉得我好像无法喘息 就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当遇到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真的只能这么做嘛 导演要不要概略讲一下 因为昨天上映的 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没有到电影院去看 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的结构跟内容发展 OK 其实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关于一个随机杀人事件 对那这个剧本也改了很多版 然后中间我不断的在思考说 我要怎么呈现他为什么去杀人 我给他任何理由可能都会是有一点偏向刻板的理由 那我要怎么 我要如何去理解他的行为呢 那这个人的暴力或者是黑暗的那个部分是必然的吗 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才会想到说 如果说在他要开枪要杀人的那个刹那 可能有一个什么事情 让他没有做的这件事 他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要如何证明这个 这个大家人人喊打的这个恶魔 其实也有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时空 也有可能是别人心目中的天使 对那所以会有这样的概念 然后但是OK 我水瓶座就比较 我也水瓶座 我们都活在外星球 对我们比较 可能有点悲观一点点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设计是 是让你不管怎么走 还是会有人 有人背有人洗 对但是每一个 每一条路也许好像都有点走不通的感觉 然后但是到最后 我还是希望好像可以 留给大家一点点希望 毕竟我们是希望行销的 这个是真的有这样呼应吗 我会笑死的 并没有 OK 但是我能够理解导演你在形容 因为我觉得 无论是你这条路怎么走 就算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像圣球在里面演的这个就是 开枪杀人这个杀人犯 他其实是无意间去杀死了一个人 对 但是就算在这个当下 就算玲玲出现了 或是谁谁谁去叫他一把 但是就像是蝴蝶笑影一样 你改变了一个点之后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 不是说我们水瓶座太悲观 不可能有人的人生 always被满足 虽然说在这个 你的描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六个主角 发生了这个交错的故事 但总是还会 还是会有人 人生没办法圆满 对 就是其实 一开始也是有这种悲观的感觉 就是好像怎么走 还是走不出去 然后一开始我们以为已经 好像真的走出去了 但是原来 你走出去 那别人反而就走不出去了 对 那这样的概念 然后就有点像是那个 我里面有一个薛西佛斯的 那个一些概念的象征 就是你其实你不管怎么 推动那个巨石 推到最上面 它终究还是会再滚下去 然后永远都没有办法 但是后来就觉得这样子的概念 你要让观众很难过吗 所以后来最后 其实我还是留下来一点点 对希望可以留下一点点 来大家进电院去看 对不一定大家一定会get到那个希望 其实我觉得啦 就是盖斯拉修罗 在这个金马奖 或是说之前试片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普遍的观众的反应 其实都还蛮好的 但是每个人对于看到结果会产生的共鸣也好 你带走的也什么也好 我觉得那就是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我相信今天我在跟电影公司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说 其实很多观众看到最后就觉得说 其实蛮有希望 导演要给大家一个希望 我就说没有耶 好 但不能爆雷 然后你们自己进电影院看 我就觉得没有耶 我总觉得人生还是很绝望 还是我这个人太悲观注意了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留给观众 他自己的感受 然后我觉得那是最准的 就是你自己 我觉得那也可能也会反映到 你在看这个东西 其实你也反映到你自己个人的人生 自己的个人的期待 对 我觉得 应该还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 了解 好 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因为其实在这一个电影里面 无论是你要哪一个结局跟版本 你们有分几个不同的篇章去诠释 圣球在里面一开始 你犯下的这个随机杀人 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这个小孩身上 你在饰演那个角色身上 我看到了很多的 我不理解的世界 就是也许我今天遭受到 也许我不会家人理解 好 有在讲亲情这部分 可能其实反映了蛮多 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发生的事情 爸妈给予你很多的金钱 给予你很多的资源 可是你在这个角色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就是你到底不满什么 我觉得我想要什么东西 他们都可以给我 就是不管是金钱 不管是一些权利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我在 我好像像是我有台词说到 我看他们好像都看到 都是假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之后去做那件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后悔 我在监狱里面说 我也觉得这我事情做了都做了 因为我已经觉得 没有办法可以再去填补那个 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用这种别人觉得最极端的方式 来呈现我自己的满足 所以我觉得其实 而且你代表了社会的某一个 我觉得其实角色非常的立体 它代表了社会上某一种 养真处优的家庭 然后教出来的孩子 全世界都会认为说 你应该就是那种跟你爸爸一样 就是要非常有教养的 然后呢 就是对待叔叔伯伯啊 婶婶阿姨们 都非常非常留礼貌的 然后如果你今天犯了什么错 大家就觉得 不可能吧 哦 婶婶很乖耶 还是婶婶很乖耶 之类的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浩泽在里面演的 也是很立体的 社会上的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你会觉得 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跟他在虚拟的生活当中 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那再来就说到这个 于轩的这个玲玲这个角色 我好喜欢在里面 你的太媚好够味哦 就是怎么可以这么的太媚 是不是跟你平常 私下的一些生活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太媚 就是让我想到说 我以前在就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校就是会有一些太媚 就是这样讲话 跟这种 他太自然了 好 我们广告之后 接下来问一下 这三位年轻演员的故事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三月十二号星期六的早上十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近 我是怡沛 在昨天全台湾 三月十一号 该死的阿修罗 全台湾正式上映了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导演楼安导演 演员王于轩 黄胜球 还有赖浩哲 好 这个阶段就让凌凌先来讲好了 就是于轩因为这个角色 然后让你拿到了金马奖 你才22岁 去年吗 你现在23了吗 22 还是22 对 怎么样去诠释太妹这个角色 怎么可以把太妹诠释得这么到位 太妹她其实就只是一个 形容人的词 但她不一定会是太妹 那你把这个角色定位成什么 我觉得玲玲她 就是旁人看会觉得她是一个 不良少女或者是太妹好了 但是其实 她只是用其他的方式 在武装她自己吧 但她本质上还是一个 非常善良而且很坚强的女孩 只是因为她生活的环境 所以导致她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强 或者是让人害怕一点点 所以说是太妹吗 我觉得在我这样子的生活里面会过很不开心 可是就像是在圣球饰演的角色里面 她就算养尊处优 但她也不开心 所以应该是这个剧本里面的每一个角色 不管她是在哪样的阶级 或者是哪样的生活环境 她们其实都有自己的忧虑 或者是她们困难的地方 试言太妹的话 我觉得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班上就是会有几个同学 真的是比较像这样子 比较外向啊 或者是说话比较直接的 就是那几个同学吧 所以其实在成长过程中 你长大之后回头想 其实最有记忆点的还是那几个同学 所以我就 其实我在准备角色的时候 就是在回想国中 就是相处过的那些同学 然后他们讲话的样子 还有他们的肢体啊什么的 这个角色跟你平常的个性 是不是会差很多吗 你讲不准来导演讲 跟他平常个性差很多 他平常就是一个 所以真的是差蛮多的 是 听他讲话的那个 的用的声音呢 有点 是很不轻 很慵懒那种感觉 然后好像等一下 就会忘记很多事情 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跟凛琳 这个角色其实差蛮多的 对 所以其实你在角色上面 下了蛮多的功夫 做很多功课嘛 但一定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吧 你看Campay就会这样突然 但一定有一些地方 就会一样 就突然之间好像活过来这样 对啊 应该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 或是很像的 譬如说 你自己说什么地方 一些执着什么的 至尊 我觉得其实 其实他应该是 王玉轩本人 其实应该是蛮聪明的啦 对 就是那种 比较早会的那种人 对 那我会觉得 那个部分 其实跟这个角色 会有点类似 雷同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就是 他看事情看的 可能比别人清楚 嗯 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但是 呃 就是 有一些人会误以为 他本来就是 有一点点在 耍太妹那种人 但其实他 本人不会 对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 因为我看了 因为这部电影 三月 昨天才上映嘛 然后我就想说 于轩拿了 金马的最佳女配 然后我就想说 哇 天哪 那个时候跟他竞争了 这么多 那么强的前辈 我想说 这是小女孩 怎么可以拿下女配 所以我那天在看的时候 我就认真看 我那个理解 就是因为他在 诠释这个角色 是有点不着痕迹的 在诠释 不良少女这个角色 然后是会让我们 真的能够想起 你们求学的过程当中 真的班上会有 这样子的人 或是你有曾经隔壁班 会有像这样子的人 漂亮女生 然后头脑感觉很好 其实很精明 可是他显露在外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我们班上之前 有个女生 也是因为这样 他们家家境 但是跟家境环境不一样 家境很好 可是爸妈离婚 所以他一直很希望 他在学校 出了任何trouble 他只是为了想要 让他爸爸来学校看她 他其实是有原因的 所以也许我觉得在 于轩身上的 这个玲玲这个角色 看到社会的某一种面向 当然我会觉得很心疼啦 这女孩最后 她的ending 大家自己进电影院看 好 来 再来就是 浩子这个角色挺有意思 我觉得导演 你把这个角色写得 非常非常具体 因为这个角色 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 应该有非常多人 都是这样子的角色 来 你在里面是唯一的死者 好 来讲讲你这个角色 其实我收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到底为什么 明明就有一个 稳定情感的一个对象 就是有一个未婚妻 那就是佩佳饰演的角色 然后但为什么他又会 因为网络世界这件事情 勾搭上另一个人 或是对他付出了更多 然后我就在想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事情 我就发现 其实蛮像我 我理解或是我周遭 或是我很多附近的朋友 就是他不会表达情感的男性 他都会很压抑自己的情感 他很想要表达自己的喜欢 或是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爱于他在社会框架上 男生不能显露自己的脆弱 所以他很多话都会自己憋着 所以他唯独要找的出口 可能就是 不需要显现自己真实身份的样子 那就是网络世界 他投身于此 那就是因为他可以 毫无顾忌的去 把他的所有放进去 包括他的爱 他的愤怒 他的喜好 刚好也因为他也有一些 像我饰演的小生 他在网络世界是真的蛮强的 对 是一个大家都在追捧的一个 很厉害的直播主 对啊 然后刚好他也开始喜欢上 有人喜欢他 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有人愿意看他直播 所以他在那边开始膨胀自己 所以他开始跟这个世界有点脱离 这个其实也不是他异乡情愿 是因为他活在这个人 他在这个地上的未婚妻 没有跟他有真实的交流 所以他 他只能把这一切 就是把这一切他的渴望 放在一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 而且他用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 我喜欢你这个角色是因为 我觉得你 你的现实生活中太loser了 然后你在往路的世界当中 太王者了 所以你把这个 尤其是你跟佩佳 因为跟佩佳在里面 那个Vita 就是他是气焰很高张的一个人 所以他怎么样看你就是被压着打的那一位 可是你的脸就是看起来真的很欠骂 是哦 就是真心欠骂 你是刻意要演很欠骂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那个每个角色 因为他有六个角色在电影里头 所以篇幅上面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拉出两个 我这个角色身份的不同面向 让观众可以在阅读上面 可以精准的 或是用我的方式 让观众可以马上获知 就是这两个不同身份的样子 嗯 那你自己听说 因为你在里面诠释的是一个 很强的直播主 但听说你是一个不太玩 不会玩手游的人 对啊 我超不会玩的 因为说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网路世界那一块 嗯 情感部分的地方 其实就是感情跟交流上面 其实找到默契的话 跟对手丢接是没有问 就是比较顺利 对 所以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 很紧张 然后我还特地去想说 我要不要去买一组那个电竞的电脑 或键盘来 好贵 对 然后重点是我就已经卡在一半 就是我连怎么玩哪一款游戏 要怎么登录 我也是 我也不会 卡关 但还好他们还是有 剧组有引荐那个专业的 就是实况主 金旋风 嗯 对 然后请我去 在一旁看他现场直播 然后就从旁边 呃 观察 然后还有做一些很多 reference的角色功课 对 然后才开始想说 好好好 那就不要脸一点好了 去做自己 不曾做过的事情 嗯 对 就是要很去 享受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 我记得在拍片的时候 我就再也不玩 我手机的Candy Crush 对 我想说对啊 你只有Candy Crush 这很烂 Candy Crush怎么玩 怎么当一个 怎么很很厉害的直播主啊 对啊 所以之后我就开始 你不要这样说 很多人Candy Crush就超 超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人在看Candy Crush 当直播主的 对没有 你还在玩什么 有吗 有人玩Candy Crush 当直播主 有人是那种全国 圣球你靠近一点 全世界第一的那种 对 像我阿姨好像就是全台湾第一 真的假的 你阿姨是Candy Crush全台湾第一 好像是 他有排名 他账号是什么 我不知道 哈哈哈 硬要问人家账号 想要尬是不是 嗯 想要他尬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玩的那个游戏 比较像是那种什么 要要要 砍砍沙沙的那种游戏 要叫什么 传说还是什么 传说 我对于那个很不熟 那是幻想神域啦 我们是用幻想神域的概念 他也不是 他其实应该就是 比较神幻的一些 一个游戏这样 就是online 他是必须要跟其他人 跟其他人一起连线的 没有办法像自己手机那种单机版的 所以你必须要 跟线上的人直接一起 团队一起进行 打打杀杀 略取宝物这些事情 我还记得他连在订装的时候都在玩 都在玩就对 那你现在很强了吗 我下戏就关掉了 OK 很败 E2 F 没有这是优秀的演员 下戏之后就回归到自己原本生活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相信该死的阿修罗里面 如果你大家进电影院看 一定会找到你各个不同 在你生活的面向也好 你知道的人事物也好 有投射的情感的可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来请教四位 好 电影的该死阿修罗 其实在昨天 礼拜五晚间 已经全台湾正式上映了 所以在今天 如果大家六日 好 有空的话 其实可以进电影院来看看 欣赏一下这一个电影作品 其实导演在里面 有讲了很多 这六个故事的 不同面向的主角 他们也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样貌 可是后来有第二篇章 第三篇章 其实有一些故事上 些微的巧妙的变化 这也是后来剧本修出来的 对啊 就希望是 我们可以再透过 可能不一样的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一个人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面向 然后我们就 因为一开始 其实我的概念 我也会希望说 不要那么绝对的 去定义一个人 对 每个人也许都有 那个暴力的 或者是愤怒的 那个部分 但是不代表 就是这个人的本质 就是这样 然后我会想 有点想要证明 一个人的多面向而已 其实我蛮喜欢 盛求跟林林 一起相处很好的 那个篇章 因为我会觉得 那应该算是 我在这个电影里面 因为我觉得那个 浩哲跟 Vita跟 佩佳 他们已经很糟糕了 所以我就觉得 在盛求 还有林林的身上 就觉得好像 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我喜欢这一段 可是最后 还是感觉没有很好 其实应该是说 一度 我没有要让 让大家有什么希望 对 但是还是觉得 后来还是觉得 好像真的太 太黑暗了 然后太 太太让人家 难过了 所以我最后还是 我还是 我自己真心的 还是期望说 于轩的那个角色 最后 其实 他也许有找到了 一个出路 那那个是另外一个 他不一样的选择 然后结果 造成了一个 不一样的结局 对 那 当然还是要想要 留给观众一个 自己的诠释的空间 对 那每个人 看他的结局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都会不一样 于轩你自己喜欢 哪一个篇章 哪一个版本 就是你的 你的生命走向 在电影里面 就是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坏的 但是我又不能剧透 可是我觉得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我自己在观看 电影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这已经是 楼倒他 就是很温柔的 一个部分了 就是 就算是连 比较坏的那个结局 我觉得他其实带给我的感受 或者是其他某一些人的感受 我认为那都是温柔的 就是 他没有很强烈的批判 或者是 很强烈的说 怎样是错的 怎样是对的 所以 他给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带给你一个想象 所以我觉得想象 他都会是温柔的 他没有什么批判 然后 我 我自己喜欢哪个段落 我都 还行吧 都还行吧 没有说他 特别不喜欢哪一个角色 因为那都是 不是哪个段落 因为那都是你 去呈现的角色 但是 在某一个版本里面 严格说起来 你应该算是 圣球在里面的那个角色 叫做张文 你是他的天使 就是因为那个改变 就是因为在夜市遇到了 所以你们的生命 有 有不一样的火花了 圣球你自己喜欢 哪一个 哪一段诠释 小心回答 小心回答 嗯 我想一下 我觉得我 就是喜欢 他跟他妈妈的 的各种关系 哦 各种好或是不好 的那些 我觉得就是很 很让人 就会觉得 他是温暖的 但是又会觉得 那种家庭问题 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我也蛮喜欢 他跟他妈妈的 那一个 那个段 就是 有一种家庭关系 就是相爱相杀 嗯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 你们其实都知道 互相爱的对方 可是有时候就是说不出 好听话 或是其实关心对方 都会用那种 很难听的语言 那就是一种爱 因为你对最爱的人 就是可以说出 最恶毒的话 但是你们都没有想过说 最爱的人 听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心里会非常受伤 因为别人讲的话 不会往心里去 最爱的人讲的话 就是会 心里会受很多刀 会有很多刮伤 因为你们就是 最熟视彼此 所以你知道 要怎么伤害对方 你也知道怎么样 去跟他 撮合 嗯 也知道怎么样 让他刀刀见血 嗯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爱的表现 没有 但是圣球这个角色 其实也是啊 你们在谈的是 父子的关系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做了一件 会让你爸觉得 最美丧的事 对 而且我也觉得 可能张文 他不是 真的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他其实还是有某部分 是很 很 把爸爸放在上面 哦是吗 对啊 这可能要导演讲 哦对啊 就其实那时候 有点点这个设定 就是其实 他反而是 呃 穿着也跟 他爸爸很像 然后整个 呃 头发也都很像 嗯 他其实 什么都 都像 像他爸爸 然后 他可能 反而是把爸爸 当作一个 呃 模范 他很强 很棒 但是 我好像 我没有办法超越他 我也没有办法 违背他 那 我该怎么办 对 其实那个是 这个角色 他的父子的关系 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 这很有意思啊 就像是 你身边的亲人 譬如说 我常常会觉得说 有些人会说 哦 我不想像我妈一样 这么歇斯底里 我不想像我爸一样 就是这么大人主义 我不想像什么 我以后不要成为 像这样的大人 可是 没错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一直剥去一点点 这个 这个 是耳如木染也好 还是说你最不想成为的人 然后你 你 你是一直在观察他的行为 但是你就默默变成这样的人 对啊 其实是 有点点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其实 那个遗传 其实不是生物的遗传 其实是社会的遗传 其实还是会 一定会有 而且还有 这个电影里面 也点到一个 就是枕边人 常常你睡在一起的人 或是你们甚至已经进入了未婚期 未婚夫关系的人 我觉得心灵离得很遥远 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无论你身体有多靠近 其实我觉得 你跟佩佳在那一段夜市的 吵架那个戏的时候 当然你很欠骂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其实 你在里面的角色是 内心极度空虚的一个人 极度哦 就是我在你的灵魂里面 就是看到是 非常可怜的灵魂 真的耶 因为就像你说 他虽然看起来很欠揍欠骂 但其实他就是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就是大家 看到的是比较表面 就是你为什么不说 自己心底的话 但是他已经丧失沟通的能力 我觉得就好像你提到的 就是 你睡在旁边的人 他到底是谁 你到底有没有正眼看过他 头发剪了 你有发现吗 他几点回家 你有看到他打呼吗 这件事情 我再也没有感受到 我的未婚妻 他住在我 住在我们同一个屋檐下 所以其实就是你会 甚至会觉得在网路上 跟你虚拟交流的那些人 虽然是虚拟的 但是反而感觉真实 对 反而就是觉得真的有在说话 有人听我讲话 所以这件事他其实蛮吊诡 就是一个 一个虚幻的人出现 但他反而知道我要什么 虽然我也知道 他有一些背后的目的 他要一些道具或什么 但对我来说 这只是我换取他 可以听我说话的一些 奖励吗 或是一些付出 其实我在这个电影里面的 这些角色 还有一个角色我很喜欢 他虽然今天没来现场 就是潘刚大演的 那个阿星那个角色 我会 我蛮喜欢他在第一个 第一个篇章是 他是在为他喜欢的人 在很努力的想要挽回什么 可是我不知道 对 很努力的想要跟这个世界 证明说我爱的这个人 他是清清白白的 或是他其实不是这样 有意要伤害大家的 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 我也蛮喜欢第二个版本 就是他失恋的那个版本 就是那种想爱又不能爱 想说又不能说 明明爱你又说不出来 然后又看到 我爱的人已经跟别人 那个怎样了 对 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说 他也不能怎样 他也就 就只能玩啊 就去 好像射人家玻璃也蛮好玩的 对啊 好爽耶 那个 那整个这样 玻璃这样 这样塌下来 很爽的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一个很中二心 对 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一个18岁的青年 其实 他很 他很自然 很直觉的 一个感受 去抒发而已 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就是 一个百无聊赖 然后我也有一点 孤独的感觉的一个 青少年的心情 对 但导演你老实说 你是把你那个 青少年想要做的一些 坏事 或是想要做一些 可能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事 或是做出来会被 林里叔叔 伯伯阿姨妈妈 骂的事情 然后你就在这部电影里面呈现 没有耶 其实我 比较多是 张文的那个部分 哦是吗 所以你帮他写的这个角色的 这个走向是 其实你蛮想做的事 不是我想去做 而是说 可能我内 你是一个很乖的 对 我可能我内在 我也是很 闷的一个人 然后我可能内在有一些 暴力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很 爆发性的东西 但我从来没有去爆发过 对 那也许我也是借了 这个角色来 完成我自己的那一部分 对 其实 于轩那个角色也是 小时候可能我也是 有一点不知道在那边混什么 然后但是 在那个当下 也许因为一个什么不一样的选择 我也可能会走偏 成为另外一个我自己 对 所以我把这个放进来 其实我觉得 通常啦 我们在看作品的时候 我们很常会在作品里面 会觉得说 啊 这就是好人 尤其是我妈 她就是一个很善悟分明的人 啊 这就好人 还是有拍狼 这就是好人 这就是坏人 可是其实你认真去想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其实没有好跟坏 真的不是 不是只有一条线 划分就是你就是好 你就是坏 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灰色地带 对 可是在那个灰色地带 就取决于 在你身边的人 多关心你一点 多问候你一句 多拉你一把 或者是说 你们中间的关系 你好好说话 也许 走向就不会这么的糟糕 对 我看到的是 我觉得导演在几个不同的篇章 在呈现 我突然会省思 也许 我也许对身边的人讲话 也许不要口出恶言 然后或者是说 我也许 不要对旁边 我很爱的人 或是很爱我的人 然后 这么的不给他们台阶下 因为我觉得那种 关系都是会互相连带影响的 好 待会在最后的阶段 有点小小的时间 听说有一场戏 是丢酒瓶的那个戏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OK 好 我们就马上回来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好 回到十点钟的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来问问导演 该死的阿修罗里面 呃 余轩因为这部电影 然后获得了金马奖的女配 然后在那个里面 就是有一场戏 其实还蛮重要 就是那个丢酒瓶的那一个戏 刚刚也是金马的入围片段 的一个很重要的片段 听说这个片段 后面有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哦 有故事啊 就是 呃 这个 因为他比较小牌演员 所以我就 直接拿酒瓶砸他这样子 真的 还是这样子吗 是他故意写着 说不准的故事 我以为是什么 跟了解史诗歌 就是写着 常想说 哦 被车撞也可以 被酒瓶砸也可以 没有啦 当然那是用特效做的 对那 呃 就是 其实 那场戏 其实因为我跟他 他15岁我就认识了嘛 然后那时候 呃 他是在我前部电影 演 陈婷妮的小时候 嗯 对 然后那时候还很小 然后跟现在 后来 后来我们看到 他在这部电影的演出 其实 也隔了六年吧 嗯 对六年 五六年 对然后 呃 在那个时候 就是这场戏 我突然发现 他长大了 对 就是那时候 他就 就一开始 他就演 演完一个take 我们就照着我们的剧本 演完一个take 然后我觉得 还不错啊 我觉得OK 然后 他就说 他想要上诉 嗯 他觉得 嗯 好像我可以 试试看 不一样的 嗯 然后接下来 他就 试 一个 我那时候 我看完 我是真的就是头皮发麻 就是觉得 他因为本来是 呃 台词是什么 我忘了啦 你要cue一个女演员 然后问她说 诶 请问一下两年 两年前我们拍完那个电影 那个台词是什么 没有就是 呃 你跟那些烂人 一模一样 嗯 对 你记得 为什么还要问我 我 他刚刚突然想要 想要你 语卖他嘛 嗯 他本来是 他本来是 你跟那些烂人 有没有不一样啊 嗯 然后 然后但是 隔了 隔了一个take之后 他说 说我们 我们 想要试一个 然后他 换 换了一个 你刚刚咋我 你跟那些烂人 有没有不一样 嗯 然后整个是 成的 是 是 带又令你哀伤 看着妈妈 然后 眼泪快要掉下来 但是又还忍着 不掉 然后 转身 离开 嗯 对 我觉得在那个 那个撒那 我会觉得好像 他真的 真的 呃 做了一个 演员 才会做的事情 然后是真的 就是一个小女孩长大 因为 感觉好像 以前 小时候 到现在 我觉得好像 他真的成为一个 呃 称职的演员 的那一刻 嗯 就觉得 他知道 这个角色 更多的层次 他可以 这样子来呈现 嗯 那时候是 还蛮 觉得 你自己要不要 自己说啊 我不要 我会害羞 你想一下啊 快点啦 最后了啦 哈哈 没有因为 呃 15岁认识 楼岛的时候 其实我 那个时候在片场 其实完全不知道 呃 拍片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个时候其实 就更像是一个机器 或是旗子吧 然后有人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然后在片场就是发呆 他很紧张 然后 到前年 就是在拍阿修罗的时候 其实 呃 一开始在事件的时候 就还 还是就是想要 很想证明自己 就是 诶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咯 这样子 但是 其实见到面之后 就是才发现 哦 他其实有一点点 就是像爸爸这样 嗯 就是 其实 你就是我爸 可是你跟他讲话 就很像是 女儿在顶 跟爸爸顶嘴啊 就是 我们其实都没有变 只是 可能因为 呃 又长大了几岁 或者是 又看了更多的东西之后 我们用一个 不管是在思想上 或者是在心灵上 都更好的状态 去跟对方合作 所以 一起去 呃 讨论这个角色 还有这个剧本 然后一起创造出 一个更好的作品 嗯 所以其实应该算是 心灵上的成长吧 心灵上的成长 是吧 诶 不过这个作品 也让你拿了一个奖诶 我一直在金马殿堂 才22岁的年纪耶 你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我生活上 没有什么改变 嗯 然后 很棒 嗯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就是包括 哦 身边的人啊 或者是我的同侪 或是朋友 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就是 非常非常开心 嗯 接下来还有什么 想要挑战的角色 接下来吗 我想演鬼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实现 我很想演鬼 对 我跟你讲 就跟你爸许愿就好 你不要 你不要认责作父 不是 应该是说 你跟他的相处 还有他 你那时候 认识他的年纪 他那么小 就是他这样称呼 你其实不为过啦 是吧 是吧 导演 你就是让他吃点豆腐 这样你也不年轻啊 对 该死的阿修罗 现在在全台湾正式上映了 欢迎大家 踊跃的进戏院 来支持一下这部作品 谢谢楼导 谢谢三位演员 谢谢 谢谢 请来看电影 欢迎进戏院 该死的阿修罗